RBC专家解析关于加息与贷款和投资 你需要知道的一切 OK那刚才小外同学呢 真的带我们非常深入浅出的了解了 这个加拿大皇家银行贷款政策里的一些 我们华人比较常用的 那如果说我让你用一句话 或者说你只能说RBC贷款的一个优点 那你会说哪个呢 那这样我会很自豪的说 我们RBC最大的优点 就是我们有一个叫最终审批的一个政策 那么英文名叫form approval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比如说你买了一套房子 那么交接日期呢是在6月之后 那么如果你的房屋贷款申请被RBC批准了 那么恭喜你 你可以高枕无忧了 就是说从现在到交房的6个月之内 如果你的信用记录或者你的收入有任何变化的话 它也不会影响你已经批准的一个房贷了 哇那这个简直太适合楼花了有没有 那在这个以分钟为变化单位的这个制线里 那这个form approval对我们简直太好了 那现在一旦批了之后就批了 到交房日中间 我不小心丢了工作 你们银行政策变了 我又偷偷买了辆车 这些大家都不查 可能到最后 那你就直接找之前的这个form approval就给我放贷了 对不对 对没错的 对小林你说的没错的 那么画一个重点 就是说我们这个form approval不但是用在这个resale的一个房屋 就是说你在市场上的房屋上面 我们还会用在这个新的 你到builder手里 建筑商手里买新房 那么我们可以 一会帮你锁定利率 最多达到36个月之久 三年之内 如果你closing 我们都可以帮你锁定利率 OK 而且我们一旦审批通过的话 我们就不会再审批一次了 就像你说的 想想看 如果你的新房是在两年后才交接的 那么这两年之内会发生很多事情 是不是 比如你的工作有个变动 导致你的工资变低了 那比如你的升级原因 你不工作了 还有可能你这两年内贷款买了辆新车 那么导致你的负债增多了 那么你知道其他lander的话 有些lander的话 他们会就是说是到零交接房子之前 会再去调用你的信用记录 还查看你的工资 那么如果这两个有任何变化的话 那么lander会拒绝给你放贷 那么那个时候你能 我能想象到你有多焦虑了 对不对 那这个form approval能last多久呢 也是36个月吗 这个form approval就是说是 一直能last到你交接的时候 那就是说我只要 我如果今天买了楼花 假设在多伦多一个condo 那种要五年以后交接的 那我今天买了 你给我出了form approval 五年之后交接也是可以的 对不对 36个月最多 三年 对 那就是说跟你这个form approval的 这个letter 这个validation的这个时间 就是跟你 锁定律律时间是一样的 最多36个月 只要三年之内交接 这都可以 对就是说是 即使你有些builder 现在delay了很多 很长时间 对不对 有些 比如说你买了个新房 交接日在一年之后 那么一年 快到一年的时候呢 builder通知你 我的房子没建完 我delay三个月 那么没关系 我们只要你有了form approval 不管你是一个月 就是一年之内交房 或者一年零三个月交房 都不会影响你的审批 因为我们已经审批过了 这也是朋友们 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 这个RBC的firm approval 我以前总是听说 RBC这个新移民贷款 还有高净值很好 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个firm approval 我听完之后 我真觉得这个 在渥太华市场房 是这么好的情况下 大家如果是去买一个 比较long close型的房子的话 那我觉得 这个firm approval 对你的这个帮助 可能会比这个利率上的一些差别 对你影响更大 因为利率的差别 可能只是你每月 多喝一杯咖啡 少喝一杯咖啡的问题 但是这个firm approval 可以代表着 你在交接的时候 能不能收到贷款的区别 这个简直是天壤之别 对而且你别忘了 现在贷款政策变化 这么大 对不对 如果这两年之内 政府要求首付增加了 或者压力测试 利率提高了 因为现在压力测试利率是5.25 有可能很有可能会提高这个压力测试 那么如果你有了这个form approval的话呢 你就不会担心这些发生了 那我你说这个form approval 我有个问题 那我们的pre approval是怎么工作的呢 他也能不能享受这个form approval的这个好处呢 form approval呢 其实只是银行就是根据你现在的一个就是经济的一个条件去给你审批 就是说看你能大概贷多少钱 它没有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是你做form approval的时候呢 就是说你还没有买到房子之前 你要做form approval 那么这个form approval呢 只是就是银行参考你现在的工资 以及你现在的这个信用记录 去看你到底能贷多少钱出来 他并没有就是说考虑你买这个房子的一个因素 那么比如说你买这个房子 你的price 你的估值要比买你的买价要低很多的话 这会严重的影响到你你这个form approval 对不对 所以的话form approval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preproval 即使你拿到preproval并不代表就银行 你买了房子以后银行一定会给你放贷 那么在RBC你有了form approval 那么guaranteeRBC会给你放贷 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同了 那朋友们这个通过麦克同学今天给我们讲解RBC贷款政策 我得出的结论就是如果你有意愿要买房的话 就出手一定要快 拿了purchase agreement之后 赶紧找麦克同学做一个form approval 这样的话在接下来你等待交接的日子里 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你可以想去买个车 想去干个什么都可以 对不对 你拿了这个preproval的话 也只是拿了一个有可能能买到的一个 但是还要看具体情况 拿了form approval之后真的就是高枕无忧了 没错 那好 那今天呢非常谢谢麦克同学这个深夜 抽出时间来跟我们聊一聊RBC的这个贷款情况 小伙伴们 如果你们最近有买房的这个打算呢 不妨找麦克同学聊一聊 他的联系方式呢 我们会打开这个屏幕 下方欢迎大家随时骚扰他 买房 关注莉莉湖 买房扑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再见 拜拜 拜拜